上一节我们布置了一下作业 然后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作业内容是怎样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一个页面 我们的页面跟我们的注册其实是差不多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个form 它所绑定的一个事件 这边重新取了个名字 另外还有一些像一些样式也是稍微改一下 另外我们这两个按钮也是有一些区别 一个是登录 之前是注册 另外如果说这边没有账号 那么点击的话可以是跳转到我们的注册的页面 那么我们这个一会再说 那么页面大致就是这样子 另外它所对应的一个登录的js 那么它的一个function它的函数已经是写在这里了 和我们前面的注册是类似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后端的代码 后端代码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是定义了一个login 另外传参是和注册一样的 是传入一个user的对象 user的对象它是一个节省对象 另外它是接收了两个参数 其中一个是用户名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密码这边 和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一步 第一步也是一样 是判断用户名和密码是不能围空 不能围空我们就不要过数据库了 然后再去判断我们的用户是否是存在 那么是否是存在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的用户的一个密码 首先获取之后 我们要把它转换为我们的md5 转换为一个加密的字符串 再去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没有去经过这一步 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会 找到这个用户是否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定义了一个叫query user for login 那么它主要是用于登录的 根据用户名和密码去查询我们的用户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实现方法很简单 首先是根据我们的一个 用户名和密码是传入进来 传入进来之后 我们使用example的方式去做 example 然后它的一个类型是user类型 然后去附下 然后通过example 就可以去创建一个criteria 去创建完这个之后 然后就可以去根据一个条件 去做一个匹配 比如说我可以去做一个equal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未来 有一些别的条件查询 比如说是一个like的话 那么它也是提供了一个like的方法 或者说是一个大于等于都有 所以说这个criteria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接口 它这里面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between 然后all equal to 然后还有大于等于 小于 in is.no 全部都有 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在课后逐个去试一下 那么它的使用方式 就是作为一个匹配的方式去做 并且会转换成一个soco 那么这一块 咱们在supremeboot的一个免费过程中 老师我也有讲过 另外如果说不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简单一点 可以去使用我们之前 上上一节所说的 叫一个select one 使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是去做匹配 那么都是一样 那么在这里我们是要写的多样化一点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去根据我们的条件 去把我们的用户对象给查询出来 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service 再回过来看我们的controller 如果说我们找到的用户result 它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它是不等于为空 那么不等于为空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把我们的用户这里面的这个puzzle 给省略到 省略到之后 然后把这个用户信息给传过去 因为这个要让我们的一个小程序 去设置为一个全局的用户对象 然后再下一步 如果说我们找出来的这个用户result 是一个空的对象 那么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用户 其实没有注册过 或者说我们这个用户 其实它输错了一个用户名 或者说是输错了一个密码 那么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pull一下 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请从事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一块ok之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api operation 也就是我们的swag2 这个api piece也是需要去做的 那么我们就只要做一个value 是用户登录 nose 用户登录的接口 这样子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我们的后端好了之后 我们这边先去运行一下 运行的第一步 不要忘记 我们先是要进行install install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跑一下我们的application 就可以了 install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runs sprint boot 好 我们就让它去跑 看一下我们前端小程序的一个js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页面这边是绑定了一个submit 一个方法是叫do login 点击我们的提交之后 这个按钮 点击之后就会把我们的项应的一些username和password 都放到我们的e对象里面去 那么我们就一样可以去获取 那么这一块和我们的注册是一样的 然后这一步做一个简单的认证 用户名和密码是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谈一下 就不让你去进步我们的后台了 另外这一块是就直接去调用我们的后端 如果说我们的后端调用成功 那么我们在这边 肯定是会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函数里面去的 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 一般来说基本上是不会去变的 和我们的注册是一样 这边是把register改为login就可以了 另外方法 我们在后面是配置的是post 这边是一一对应 这边是我们的user对象 是一个json 然后配置它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就ok 这一块是我们的header 是默认值 不需要去多管 然后如果说调用后代成功 那么就会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里面来 然后去进行一个判断 首先我们把data打印一下 用日式的形式去看一下 我们围过来的参数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说我们的状态是200的话 那就说明它登录是没有问题 对吧 这边是登录 登录成功 并且要进行一个跳转 那么跳转页面 这边是土土 暂时先不跳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 我们登录是成功的 登录成功 然后这个icon 这个时候我们就标明是一个success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延迟写了个两秒就行 然后这块是ok是200状态是没有问题 如果说是500 那没有关系 还是一样直接把它的一个错误信息给弹出来 然后弹出来之后不要做任何事情 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保存重新编译应讯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先点登录 直接点 我们点击登录看一下 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为空 然后账号和我们的密码 我们随便输一个 随便输一个 点击登录 他说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请从事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我们的日子有没有打印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打印了 并且是一个500状态 这个是经过我们的后台 验证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不正确的 是从事 然后我们来输入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是muk 然后我们再点击登录 点击登录成功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是一个勾 因为我们的toaster设置了一个success 所以说成功的话 他这边就会有一个打勾 就是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是success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 这个是我们的states 成功的话会把一个用户的信息给传过来 除了密码是不传的 其他的都会给我们 然后传过来之后 我们的一个 userapp的一个全职对象 我们的userinfo 就需要把这样的一个值 付给他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app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全职的对象了 好O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登录 非常简单